而今天的1600新經濟 先來看備受市場關注的 軟銀旗下晶片設計公司安謀 14號在美國掛牌上市了 而且第一天收盤就開出好成績 大漲將近25% 不只台積電傳輸聯發科也參與了認購 時間交給一輪主播 好 謝謝麗如 確實在現場 現在市場非常關注的就是安謀 就是Arm Holdings 我們之前在新經濟時間 也特別來講過安謀 但是他現在有最新進度的 就是他終於是掛牌了 這是軟銀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安謀 14號這一天是以每股51美元 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正式掛牌了 好 之前IPO的時候 他是籌資到了48.7億美元 這也是今年全球最大的IPO 所以引發市場的關注 那他第一天也確實行情非常好 收盤漲了25% 市值是超過了650億美元 是一個跳漲的行情 所以這也提振了美國的IPO市場 因為之前IPO市場是屬於比較低迷的 他激勵了其他等待上市的公司 那之前低迷的原因則是因為 沃爾戰爭還有美國升息的影響 那有一個正在等待上市的 就是德國製協廠叫做博肯 他們就認為說 接下來上市的感覺氣氛比較好 而且正準備在未來幾週上市 可能也會引發一些上市潮 好 那之前我們講到認購 包含台積電已經確定 不超過1億美元來認購股 它持股比例大概是0.2%左右 那在14號這一天呢 最新是聯發科也宣布要認購了 他們是藉由子公司以每股51美元 來獲得49196股 這總共是2500萬的美元 大概是新台幣8億元 所以它持股比例是0.05%左右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對於安某 大家市場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對於很多的科技公司 都是有一些戰略的行銷策略 我們再來看歐盟對大陸電動車 啟動了反補貼調查 未來恐怕將被課徵 將近30%的關稅 龍頭比亞迪是首當其衝 而這連帶也影響了台灣的供應鏈 時間再交給一輪 好 講到了是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我們知道他們現在激起直追 但是也讓別的國家感受到一些壓力 歐盟就感受到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進行一個反補貼的調查 未來可能會課徵27.5%的關稅 這會有什麼影響呢 自然是外銷市場 像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汽車的龍頭比亞迪 當然是首當其衝 那也不只是比亞迪 因為受到了消息面的狀況影響 所以包含長城這些中國大陸的車廠 他們在14號的股價都是疲弱的 好 這也影響到了我們台灣的一些供應鏈 包含胡連 為什麼是胡連呢 因為胡連它是有來自中國大陸 比重蠻高的占7成左右 還有台瓣 強茂等等 14號這時候台股都是靜陽的 但是他們相對都是比較弱的 所以都可能面臨吊單壓力 同步警戒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比較好的 就是台灣的供應鏈 像是TPK 還有GIS 亞光等等 都有望受惠 因為現在這個歐盟有一些壓力存在 所以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電動車來施壓 所以包含這些供應鏈 他們有出貨福斯 賓士 還有BMW等歐洲車廠的比重 自然也會拉高 而在房市部分 8月的房地合一稅收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尤其在台南的增幅是相當可觀的 詳細分析 再把時間叫一輪 好 我們講到這個房地合一稅 其實就要先看到這個數據 因為在2023年8月 全國的個人房地合一稅稅收 是來到了39.3億元 這年增是25.1% 創下了歷年同月的一個新高 好 但是這反映了什麼 是2016年取得不動產的屋主跟地主 都是蠻有增子的 這個稅收自然就往上加 房屋的企劃研究室總監認為說 這個房市政策逐一上路 房價增動不大 所以買方進場 再加上新清安的莊案 也強化了購屋的意願 所以房地合一稅稅收網 不是台南 是台中 這稅收很高 年增35.6% 高雄則是六度之中唯一衰退的區域 好 這就是新經濟時間 想知道更多的訊息嗎 歡迎掃描這個TVBS的QR Code 帶給您更多的新聞資訊